如果你刚刚假设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就是 不然你就先Ctrl C Ctrl V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回去还在做过 其实你说这个会很难嘛 这个其实向下追踪加一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蛮多地方都会用 这个R OK 要的话把那个表 在里面的东西放在储存格 后面的东西放到储存 其实这个等号我一直强调 等号的那个意思跟你以前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把后面的东西的资料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一个罗坡一个坑的放过去 然后再来利用什么 利用输入公式 所以你会发现 输入公式不是只能在那个Sub里面用 在这边也可以用 表单里面 就是说你把它输入到储存格里面 就可以这样用 OK 有没有别的写法 有啦 你也可以用VBA的写法 我下面有那个VBA的写法 如果你想要试的话 也可以用下面的写法 上面的写法已经够简单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清除资料 游标放上去 不过还差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画那个框线的部分 有没有 那其实画框线怎么画还记得吧 按右键指定聚集 编辑一下 上个礼拜做的这个 有没有 哪个range A1到H7 然后呢 点Bolders 点Color 它的框线颜色等于红色 这还记得吧 如果说呢 我希望它能够向下追踪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7有没有 改成什么 改成R就好了 有没有 7改成R就好了 所以哦 你只要把这一行 所以有些地方写过 你会把它当范本 复制之后有没有 把它贴到哪里了 贴到刚刚的这个表单里面的这个新增 这里贴上 但问题它只会画第7 所以怎么办 把这边 改成R放过来 那R要怎么放进来 很简单 如果你实在是 不会 你就是用刚刚的口诀 有没有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7 刚好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它的 右边已经没有 没有东西了 有没有 7这个数字 所以哦 如果你把它删掉的话 其实哦 你不用再串两边 你直接空一格AND 空一格R就可以了 串一边就可以了 不用串两边 OK 你就写这样哦 如果它刚好是在最右边那个字 你就AND R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部分同学常常会有障害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没关系啦 其实另外你也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刚刚的方法是什么 delete掉 然后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加个R 然后AND 空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哦 为什么说 只要加这边就好了 AND R 因为这边有个什么 AND 什么 AND 没有东西 那AND 没有东西不是多词一句嘛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边可以不要啦 这样就好 你想说老师那如果加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么样啊 只是说真的 我要我我看了我就觉得 你写在干嘛 对哦 我就一定把它删掉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啦 是用刚刚的方法也可以 也不会出错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试试看 这边的话会画框线 然后一样AAA Enter 不过它有个缺点 它这边Enter 它会跳到这里 除非你再按一个Enter 有没有发现 框线 框线画好了 有没有 一行程式而已哦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Range 对这个物件还蛮好用的 然后追踪 有没有 就可以很快把我们要的效果给做出来了 但是呢 现在当然呢 如果你现在再输入啊 其实应该也不太会出错 只是说呢 会有可能几种防呆的机制 第一个呢 如果使用者其中有一个储存格的资料没输入的话 那它会造成一个成绩没有 所以我如果强制一定要所有的储存格里面 文字方法里面一定要填资料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防呆哦 有没有 那怎么防呆 每个每个检查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地方要防呆的 底下我这边有一个建立防呆机制 那什么叫防呆啦 其实就是避免你输入资料有错误的造成日后的修改麻烦嘛 那我大概归纳出来总共会需要有防呆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如果它其中有一个没输入的话 第二个呢 如果它输入了非数字资料 比如说它输入什么 明明成绩是要数字 它给你输入一个ABC 或者是输入一个中文 那都不对啦 第三个的话呢 输入的数字不是0到100之前 那也不OK 所以至少会有三个需要防呆的 那需要怎么建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程式写在哪里 记得哦 第一个防呆 请你写在哪里 第一行的下面 第二行的位置 把它先停掉 这边的话 记得啊写在这里 为什么要写在这里 你想说老师那不能写在下面吗 当然不行啦 因为你防呆意思说 有点像一个闸门 就像说你去搭那个捷运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逼嘛 你要逼 有没有 你有扣到钱 闸门才打开嘛 那如果你没扣到钱 你能进去吗 当然不行啦 所以特别是你的闸门 就要有点像你的开关要放在这里 那所以if 有点像一个闸门 如果 我先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那个里面的资料是空的话 什么资料 我先判断testbar1里面的资料 所以如果 testbar1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空的话 然后我做什么呢 我就警告你一下 t and then 然后后面的话一样打and if ok 做什么判断呢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跟他警告一下 mastrybar 所以底下的话 因为这个比较长 所以我在这边 判断有没有资料 那我就做几件事情 三个事情 第一个的话 就是跳一个讯息方块 跟他讲说 第一个请输入姓名 因为你第一个testbar1应该放姓名 你没有输入 ok 那后面有个vb 这个什么呢 这到底这个vb criteria 这个只是一个前面的图示 那vb criteria 这个什么 critical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叉叉还是一个金蛋 警告的一个小icon 不加单也没关系 那这一行的话呢 第二行就是说 你有 因为他没填嘛 所以有必要去帮你放在testbar1里面 sets focus 记得哦 这个地方第三行一定要加 is this sub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他会变成程式继续跑 那如果is this sub 的话呢 他就只要到这边为止 跳开到这里 ok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 房呆1 是做什么呢 先做这个 然后呢 因为有四个储存格 所以 变得比较麻烦 就变得四个都要 所以我就拿这个先复制了 做法都一样 组成是里面的结构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你只要写出一个 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改成2 有没有 然后呢 改成这个请输入答案考核 等等的这边都改 其他3 4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他里面没填的话 按确定 按写amount 他就出现 请输入姓名 VB critical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小icon 不其他也没关系 有个小icon 看起来好像比较漂亮一些些 按确定 那就输入BBB 按确定 他会检查第二个 什么呢 答案考核 你没输入不行 然后输入第三个 所以一定 反正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输入不行就对了 ok 好 那按新增 这样就过了关了 有没有 所以刚刚做的这些动作有点像捷运闸门 第一个闸门 第二个闸门 第三个闸门 第四个闸门 每个都给你检查过一遍 ok 那当然我同意问说 那是不是可以写在一起 其实你可以写这样 写的一个或 偶尔有没有 第一个或第二个或第三个或第四个 但问题 你的Magic Box 就怎么 请输入 你这个逼方就没办法判断说到底哪一个没填 你只能说 啊 请务必全部 什么 你变成请输入资料了 就变成说你就笼统的 那set focus 应该set哪一个focus 你就可能不太知道 变成说你只能一直停在某一个 所以 后来我干脆写成个别的 所以第一个 确定有没有输入资料 那待会的话还有两个房呆 什么房呆呢 如果他输入的是非数字资料 那我怎么判断说他输入的是非数字资料 那其实VPA有个函数 叫做 那个什么呢 as numeric 的一个函数 判断是不是数字的函数 ok 然后呢 是不是小于0 或大于100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用偶尔的逻辑 有没有 如果他输入资料是小于100 或大于 小于0或大于100的话 挡下来 不能过 跳个警告讯息 你不行 你要这个地方修改 改到对为止就对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其实好处是什么 反正问题都在第一时间挡下来 你就不用在之后还要再去做很多的那个事情 拟补 对不然的话说真的 这个亡羊补牢 你像现在捷运已经趋近于快要完美的阶级 有没有 你说逃票怎么逃 很难逃 好像也有人说有可以逃 但是说你也懒得逃 因为逃的这个地方 逃不了另外的地方 对 以前的话好像都没有挡那个 那个进去 那个月台上面没有那个门 很多站以前都没有了 ok 现在几乎都有了 所以几乎不像台铁 台铁好像是现在应该没什么钱吧 所以到处都漏洞百出 而且状况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用房呆 如果说假如每个地方环节都注意到的话 那这个系统是稳定到不行 给人家用 怎么样都不会出问题 然后他也不会找你麻烦 反正就是很稳定的在工作当中 然后也很稳定的就把资料输入完毕了 ok 大家也不用互相找麻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是第一个 房呆一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话主要是什么 向下重新绘制框线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再建立房呆一 就是如果只要是testbox一到四 其中一个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就把它挡下来吧 ok 这个房呆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没有房呆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日后的很多麻烦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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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